那幾位同學 收到他們的判決之後 我們的心情 就跟他們一樣的沉重 我們不明白 究竟為什麼學生 為了自己應有的東西而抗爭 竟然會受到如此巨大的代價 所以我相信大家來臨今天的目的 都是為了生活我們這幾四位被審判的學生 首先我在這裏先解解一下我們今晚集會的一個簡單的流程 首先我們剛才已經在M-CORE那裏 將我們的一封訴求和我們的請願信 以及我們這幾天收集回來的聯署交給校方的代表 亦都希望他們可以盡快回覆 而我們今晚首先會有我們學生會國事會的人 對於時事的事件有一些人發現 然後我們會邀請三位涉事的同學 他們會來到對著這件事逐一發現 表達他們的感受 然後我們還會有幾位在校內或者學生會內 對於時事事件參與程度比較高的同學會有發現 亦都會有我們的校友 以及其他學界的代表 會就著時事的事件而發現的 好不好意思今天真的要大家等了幾個時間 我們事不宜遲先把時間交給第一位發言 我們學生會的代表 大家好 我是香港理工大學生會的外務協商 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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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仍然是堅持幾件 甚至幾天前 發經歷對所有的學生 要學生能該注 prophets 那種任觀Grone 我們越來賊等 學校都是自善自助 對所有外界的指控是仌若無睹 她也並不想著去反駁 學生會在這裡絕對不能 tob ai 十足 我們見到的是 其實威權統治不只出現在社會裏面 其實現在甚至是 在大學的校園都在學校之後 都在逐漸暴入這個威權貢治的時代 即使到現在 他們都沒有想過去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學校現在解決了的只是提出問題 提出反對的學生 這間學校從來都沒有為學生去想過 而理工大學 只可以淪為控制學生思想和言論的機構 當大學作為一個陪用人才的地方 其實都不容許學生犯錯 但不給予任何改變機會的時候 他們只可以把一群他們認為倒亂的學生 趕進殺絕 這個絕對不是教育的本陣 也有人會說 學生抗爭是為了拿光環 但其實今時今日到底還有沒有學生光環這件事呢 還有沒有說是用學生身份去抗爭 去騙光環的這件事呢 相信其實大家都有沒有共渡 而攝氏那幾位同學 無論他們本身有沒有過自衛的身份 或者其他身份 其實他們純粹只是一班想為同學 想為學生本爭取的人 他們一直在為學生去付出 抱盡他們的心力 就是為了捍衛校園裡面的言論之人 最後換來這樣的結果 剛剛今天擺街站的時候呢 我在外面擺街站的時候 有一陣子傳單的意義就走過來 就說 他們現在的名字通天 以後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們都要小心點 那沒錯的 為自己的前途著想 拿一個好成績 安分手的畢業 而找一份好工 這個是我們一般人 其實對學生的一個期望 而正正在這種商業主導的大學觀下 仍然是有這班人 仍然願意去站出來承擔 承受這一份的責任 為同學的抗爭 而令到自己要可能認知畢業 要犧牲自己的前途 停學退學是一些很實質的懲罰 但是更多的是 其實幾位同學一直承受著 不同方面的壓力和無力感 這一種的心理壓力 對他們才是最大的懲罰 學生其實都是人 要顧慮的其實不讓你們笑 比我和你們笑 面對著打壓的時候 他們大可以放棄 可以和下風去妥協 但是他們選擇守著自己的信念 守著學校 守著學生同學的權益 而他們的手段 未必是每一個人所認同 但我們要反思甚至理解 為什麼他們要走出來 他們可能是很單純地 為了對社會充滿期望 他們不是想拿光滑 但是現在的情況 正正就是在騙殺著這一班 想盡一己之力 去推動改變的學生 他們不應該因為這件事 而受到這麼大的娛樂譴責 成為千夫所致 為了公眾 為了大家的利益 而承受一些本身 他們不需要承受的個人代價 最後學生會再次重生 我們在這件事上 絕對不會退讓 絕對不會罷休 最後我們要穿上了兩點的訴求 第一 我們要撤回對攝市同學的紀律處理 第二,我們要改革學生紀律委員會的審訊 最後,我們必須要感謝今天願意參與我們這個集會的大家 學生會的價值是建基於同學的支持,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才可以彰顯 而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學生會的承諾 所以我們值得去追求,去捍衛的事 我們會不惜任何的代價,願意去追求,願意去爭取 我們相信,我們這個集會 不是單單地叫上去和高層的人講我們的訴求 我們這個集會另外一件事,我們想做的是 和那麼多香港人,那麼多的學生和公眾人士 去還原真相 到底當日,九月,民主場的時候發生了甚麼事 這件事其實也是我們其中一件事想做的,在這個集會裏面 其實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事之外 我們那邊,其實那邊有一個按鈕 如果那麼多位同學或者公眾人士有心的話 可以在那邊寫一些你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 或者對於四位攝氏同學的一些鼓勵的說話 都歡迎去到那邊去留下你們的字句 和我們聯署的行動 亦都同時間地進行的,亦都在那邊可以聯署 都是這麼多位,對於今天四位的學生的一些支持 其實對於這次事件裏面,我認為感受最深的 一定是幾位攝氏的同學 所以,接下來就會開始有幾位攝氏的同學 開始去講,究竟他們對於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由3月1號到現在,究竟他們內心在經歷著甚麼 第一位,就會是前任的學生會會長,林榮幸同學 大家好,我是上校的學生會會長,謝謝林榮幸 哇,很感謝今天有這麼多人來出席今天的集會 來去支持學生會,同時也支持我們幾個被學校打壓的學生 亦都很感謝今屆生日的學生會 去搞今次的集會,給我們的同學,亦都給社會知道 究竟我們理大的高層,其實他們做了些甚麼 是令人妥似的事 這幾天我去接受了很多不同的採訪 我自己亦都去就著民主場的事件 亦都就著我們行動的動機 為甚麼我們要上去這個李嘉誠大樓 去作出我的表述 然後我就在想,今天來到這一次的集會 借這個機會去跟大家說甚麼好呢 我很記得就是由9月29號開始的凌晨時間 由我們的理大校方的高層 在民主場貼上紅紙的一刻開始 我就知道這間大學的高層是可以撕破面皮 是可以對我們學生會 同時也可以對學生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是可以自主不利 亦都是正因爲 考方去首先 去對待我們這班學生的事 對待學生會 是做一些令我們難以接受的事 我們是沒有辦法 亦都很無奈底下 去希望他在強度手上 去拿回屬於我們的事件 其實我們是不是很想搞事的人呢 其實絕對不是 我很記得我自己最初去上學生會 或者我要入大學的憧憬 希望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在思想上 可以跟我們的咬售 可以有一些思辨的過程 同時也很希望在今年的學生會上面 可以平平穩穩 可以在我們的一些基礎上面 可以做好先 因為我們去年是一個立委的狀態 很想今年我們去做一些很基本的事 可以平安地度過 我們是一定搞事的人 我們從來都不是 或者這樣說 在香港這個社會 沒有一個抗爭者 或者沒有一次的抗爭 是為抗爭而抗爭 每一次都是強權的打壓下 抗爭才會出現 所以在9月19日開始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想去打架站 去收集簽名 我收集了二、三千個簽名 幾十個組織的聯署 然後希望可以跟學校去說 其實我們這間學校的學生 是很不滿意學校的做法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民主場 但是很可惜的是 學校是自主不利 充以不默 當一個極權的高層政府 去對我們學生 是原來可以這麼冷淡的時候 我們逼於無奈 才走上李嘉誠 當然我們可以去 在現在一個很靈性 很退一萬步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不停去質疑 學生或者質疑抗爭者 你為何要這麼做 或者你有想過可以再做好一點 我當然可以在這一刻 可以跟黨說 是可以再做好一點 但是如果我再去想回當下 我堅持的信念 當下我對於大學這個高層 他們對待我們的態度 和我們的憤怒的時候 其實我還可不可以說得出 我們可以繼續以一個很理性的狀態 對待他們呢 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尊重市長 但是 就是 何謂尊重 尊重 尊重又不是單向式 就是 我們尊重市長 市長需要不需要尊重我們 很可惜的是 當民主場運動 去到 完結 而直至到今天 或者3月1日的時候 作出一個判決 我記得3月1日的時候 我打算是樂壯 一切都已經完結了 那就交給下一屆的學生會 但是 當我們以為 在一切都可以休息的階段 學校就作出一個判決 在這一年 而 我最後的判決就是 被停學一年 那停學一年究竟是 一會兒是甚麼事呢 我自己這樣提 我覺得停學一年的意思 在法律上 或者在社會上的意思 就是等同監禁一年 是沒有分別的 當然 被踢出校 跟死亦是沒有分別的 而在這一年裏 或者不是這一年 在未來的時間 我究竟是 就是我讀社工那裏 那究竟我還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大機構 可以繼續去做社工呢 就是 或者我還可以 很輕易地去 就是想做副工也好 可以做 是不知道的 但是最可惜的是 就是 在未來 我是沒有得跟一班 就是 原本跟我一起 經歷了三年的同學 就是一起學院 或者我之前跟那一班 的莊園 和系會的莊園 一起畢業 我是覺得很可惜 但是 儘管就是 就是 我要面對一個 很嚴重的懲罰 儘管我要面對一個 一個 這樣的後果也好 你問我 反思回到 當日 的情況 去到當日 的選擇底下 我都是沒有後悔 要上去 要跟我們的校方高層 對折 因為當時 我是學生會的 培長 學生的權利 學生會的 一些資產 或者學生會 應該得到一些利益 是不應該被我們 校方去打壓 我們是不可以同樣 同時我們都是讀社工的 我們在說社會公義 我們在說 如何團結大家 去對抗不公義的事情 當我們相信 我自己的信念的時候 民主場是不可能退讓 一定不可以退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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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被人提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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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跟大家說 他想散播白色恐怖 但我從來沒有一句過 我沒有畏懼過意思 我亦希望 大家 或者未來的學界 大家 每一位學生 未來每一個 讀書 在尼大學讀書 或在其他學校讀書的人 都不要害怕 只要我們有一刻是恐懼 只要有一刻我們因為擔心大學的判決 或者他怕了這個大學高層 怕了這個政府的話 我們雞蛋就回說 面對高層我們必須團結起力 必須不為抗拒 在黎明前的黑暗是致黑暗 這個說話是兩鍵器的 而這個意思是 我們不是為了在這個黑暗的時期 我們要繼續去投下去 我們要繼續要服氣我們的希望 而我們要繼續要相信自己內心的一點光芒 相信自己的理念 相信和堅持自己所相信的事情 我們終有一天會等待到勝利的利落 在勝利之前 我們必須要裝備好自己 必須要不懷不告 終有一天歷史 會告訴我誰是人的情況 我們很感謝林榮恒同學 他們為了學生會付出 他們為了學生付出 我們很感謝他 我們自己也要保持一貴的信心 相信我們的學生會 也都相信香港的未來是光明的 然後在林榮恒同學之後 我們會有另外一位涉事的同學發現 他是被勒令即時退學 而且永遠不會被香港理工大學所取錄的 何俊謙同學 非常好 永遠不okus 加油 加油 標準 贏 加油 退學 很egen 加油 拍見 之前呢,不如讓我考一下大家,問一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大家,記得這次的民主場的風波有多少個受害人? 對啦,有人答中了,就是不止四個 因為其實這個是理大開一個很壞的先例 其實當日的行動是完全沒有提過香港獨立的 我當初其實是,其實我自己是覺得應該 無論什麼主張都好,都應該要團結 當日我都是這樣想 當日我都是見到一個很溫和的一個民主場 他紀念一個預散運動的一個用途 這樣,所以其實是,都要被人封殺 都要被人用紅紙封殺 其實雨傘大家都知道是 其實是超過十萬人去參與 其實是牽涉到很多人數 那你連一個小小的一個 給人去表達和平的方式去表達意見 都不肯,都要封殺,都要用紅紙封殺 所以當初我是因為很生氣 而去撕走那些紅紙 那,其實真的沒有想過 完全沒有想過 幫自己去爭取一些政治財務 完全沒有,純粹只是覺得很過分 即是,你有一天可能到 即是,你有一天可能到 即是,香港的情況 可能惡化到講拔忙初衝 或者講香港自己救 其實很溫和的一些說話 都可能變了禁語 即是,可能將來不能講的 即是,可能一講就要 又拉又傻 可能有些權利被人剝奪 即是,莫講話之後 其實,我都是由頭到尾 我都是沒有使用到暴力的 即是,我都是要求他們交代 即是,其實他們下方這樣一再拖延 其實才導致我這麼憤怒 其實我是可以很有耐勞 可以很理性 你看我現在都是很溫和 用一些這樣的語氣和大家講 其實我控制到 即是,大家可能有聽過我 聽過我上電台去講話 或者看到那些片 其實我是完全可以控制 但為什麼我要這麼憤怒 就是因為那些是 那些奶共狗 那些中共野爪牙 他騙殺 他騙殺 我們本身每一個人 一些權利 一些很基本的人權 其實是 言論字是很基本的人權 即是作為一個人 你不是一個人 大家都是一個人 有人呢 他就值得擁有一個人權 這是一個普世價值 一個西方的價值 就是 為什麼他 其實大學呢 師生呢 應該是 那個關係應該是平等的 高層呢 其實不應該有這個特權 其實不應該有這個特權 去阻止 學生去 去表達一些意見 其實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 宣揚一些恐怖主義 不是說 宣揚一些 武力的主義 我們只是很和平的 可能紀念一些雨傘運動 為什麼這樣都要阻止我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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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就是 他設計過李嘉誠樓 這樣是一個原因 你想想 Poly 其實設計是 A B C D E F G 那麼多棟 其實可以連接在一起 你可以由A 走到G 甚至去通向 就是 其實我覺得是反映了 一個Poly人的 一些精神 一些團結的精神 唯獨是 Encore 這一層 正正是 校董會 校董 高層的所在地 在這一棟 是 不通 不通去其他樓層 是唯獨 是這一棟 是反映出 他們是 高高在上 他們是頂樓 十七十八樓 完全不聽 不聽Poly人的意見 那這個其實 反映出 他們是 他們是一個家長式的 一個管治 不是一個文明 世界 的一些大學 他們是 完全不重視人權的 完全不重視人權的 就是由下而上 這樣管理的 我剛才所說 受害人 不止四個人 甚至其實 你看到 不要說那麼遠 不要說之後 會不會還有人 被DQ過學位 甚至其實 我看得出 Poly的一些 SU 他們是承受 一個很大的壓力 可能有些 輿論 都會看著 Poly SU 如何 搞這些 集會 或者抗爭的行動 因為其實Poly的制度 就是 之前已經發生過很多 例如Poly想邀請一些政治人物 例如戴耀廷教授 或者是民族黨的陳武天 都被校方一一去阻撓 其實Poly的政治打壓 不單止反映這件事 當然這件事 回憾不太大 但是之前 已經有很多 這些 漣漪 所以其實 Poly SU 其實往後 都要承擔一些 一些 當然 心理壓力 怕被人抽後選獎 他們也是怕被人 怕 原來 原來他們 預訂場 是要 受到 這個 物業管理署 就是FMO 去管制 而FMO 正正 當日 他的保安額頭 Frank E 是阻止 阻止 我和高層 去 要求他們交代 的一個保安額頭 所以FMO 其實權力 是很大的 他甚至是 他就是作供 寫信 去向這個紀律委員會 SDC 去投訴我的 一個派對 所以 其實 原來FMO 是全權負責 這個批場地 給學生會 去做一些活動 所以 其實 有苦自己知道 Poly 其實我想 告訴大家 其實 經過這件事 其實 是一些 更多的 模型的政治壓力 例如 可能學生會 批不批地 可能就會 看看 這次 學生會 這個集會 搞得激不激 如果你今天搞得 打激的話 以後就不會批地 給你們了 以後不會批場地 給你們了 所以 我其實 我自己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一些白色的恐怖 其實就是 一些 所以 大家 希望 體諒一下 一些我們的 Poly 已經很勇敢了 他們 搞這個集會 其實是很勇敢 雖然我們現在 很和平 給點掌聲 這個 李大學生 你 那 那 我 也想鼓勵一下 李大的學生 雖然我已經不是 但是 我希望你們 要振作 我知道你們有機會 可能 因為 這樣而沮喪 因為這樣而 可能受到驚嚇 可能 怕自己成為 第二國的我 這樣 但是我想 鼓勵你們 就算你們這一刻 呃 呃 未有計劃 或者 未敢 未有勇氣 去走出來 但是我請你們去 請你們去 摩記這一件事 就是 不是 摩記 我 你可以忘記我 但是你可以 你一定要 記住 Poly的高層 是一些 中共的 是一些爪牙 對 對 對 也 也 也想說 其實是 劉炳章 是不斷地抹黑我 不斷抹黑我 是 集結的老師 不斷抹黑我 是禁錮的老師 又說我是一個黑社會 其實我 對 其實我 對 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個派別的 對 對 所以是 非常之 因為非常之過分 那 其實 還想說 其實我是 其實我近來的 其實 其實 中共 其實根據劇本 它不僅是 令到我害怕 它 是 它已經 令到我身邊的人 都覺得害怕 已經令到我家人 是 跟我 是 決裂了 其實我是 回不了家 要住在別人那裡 所以其實 然後 其實 我的朋友 比我更加大壓力 我的朋友 其實已經有一些 情緒病 一些病症 我自己也有一點 所以 其實是 一些中共的 它的打壓力 是 令到你 就算 你 一條毛 都沒有損心 但是你的心靈上 的創傷 是可以很 成功的 所以其實 是 謝謝 流炳漿 奶共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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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炳 奶共狗 劉炳章 冷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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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好啊 多謝大家的支持 與此同時有一位未能現身出席的參加者 是想我代她說出她的看法 謝謝 請先幫她介紹一下 她是前美大的英文老師 前美大的英文老師 約兩年前 溫動全港的一名理大內地生 和來自浸大內地生公然在馬路 旁邊 露出下體做外 違反了香港的法律 亦都有選大學的名譽 但理大只是淡化一切 據我了解 那名內地生 可能只是受到勸喻 但不但順利畢業 而且得到榮譽學位畢業 今天 四位理官學生 為了捍衛大學生的言論自由 和具有歷史的民主材 雖然沒有犯錯 雖然犯了錯 但他們沒有傷人 行為不但沒有損害大學的名譽 更加是無私的奉獻 今天 大學管理層 以粗暴的方式去懲罰他們 這兩件事合在一起看 更差過雙床標準 明顯貪污內地生的為所欲為 而對無權勢本地生侮辱 開場 這個行為簡直是歧視香港的學生 對於學生的壓迫 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更加不會忘記的是 有些甚麼人為我們付出過 尤其是這些學生 他們為了我們付出了很多東西 而遭受一些他們不應該遭受的代價 這件事我們更加是不會忘記的 然後 下一位 法野同學 就是被判法社會服務令 一百二十小時 的時任校董會學生代表 李敖賢同學 加油 加油 大家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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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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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兩位的同學說了很多很激昂 甚至乎很過人的感受 我都有少許過人的感受 在這裡說 首先我是學生校懂 但我的權力來源是來自學生的 我拿著二千多票當選的 劉榮竹拿著多少票 我是全校直選的 我只會對我的同學負責 所以我們現在活在這個香港 雖然遭受了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還很記得 我參選做學生校懂我全校直選的時候 我和全校的同學承諾過 只要我一釋上傳 我都會用我的能力 用我的時間 盡我所能 去守護大家 好 好 在這裡 我相信 大家在不同的傳媒 以及媒體 已經看過很多事情的經過 今天來得坐在這裏的 我只是想說兩個字 多謝 好 沒有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天的集會不會成功 亦都不會有那麼多人來支持我們 當然不少得的 那邊那麼多支旗 告訴我們 這一個是我們整個大專學界 給過我們的支持 是他們在我們困難的時候 伸出援手 除了多謝 其實都只有感激 最後 亦都在說 我們這次 今天 在這麼短時間 去舉辦這次的集會 現屆的香港理工大學生會 這麼多位幹事 希望大家可以給他們一點掌聲 他們 他們是3月1號上任 今天只不過 上了不夠一個星期 他們已經做了一個走的一項 他們是由始至終 都是支持學生 站在學生的一方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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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都不少得的 很多傳媒的朋友 後面的傳媒的朋友 在這件事上面 持續為我們跟進 為我們報導 令到全香港人 都知道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 不再是理大學生的事 而是香港人的事 但是最後 我都想說一句對不起 為什麼是對不起 對不起是因為 要大家擔心 真的很對不起 相見 齊齊齊 好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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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很多舊的朋友 認識了很多年 很多年沒見的朋友 因為這件事 他特意打給我 很久沒見了 你沒事吧 老實說 我是對不起他們的 對不起每一個擔心我 關心我們的人 要大家擔心 真的很對不起 但是 容許我 說一句 除了多謝之外 我也只有感激 所以 在這件事上面 我作為學生校董 我是全校直選出來的 我就不是委任的 所以呢 我就不會形容是 人家是什麼什麼 我不會批評人家的 是的 我相信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不是 是 支持同屋 支持同屋 同屋 多謝各位 剛才 木住雨都過來 或者 可能 大家都覺得 木住雨過來辛苦 你看一下 到時 現在 那天最近不下雨了 突然之間不下雨 支持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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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會見到 制度一個很不堪 所謂的紀律聆訊 到底它是不是有沒有 好像官方的回覆 就是考慮了很多詳細的回應 接著作出深入的調查呢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 因為大家的眼睛 是看得一清二楚 到底誰是誰非 在這件事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堅守我們的信念 最後我們都要相信 未來始終在我們手上 由我們帶來的未來 這才是香港的未來 兩年前我在這個Logo Square 做一個公開諮詢 總之在選中 即是我們大學生叫做Con 我答應過同學 只要有一人有我在 為我紅磚的承諾 是絕對不會動搖 再一次 很感謝各位 故意為我們幾位出席的朋友 因為 沒有你們的支持 其實我們走的路 是很艱辛的 雖然 現在的路 都有點艱辛 但是有這麼多人的支持 我相信 我們會支持到下去的 是嗎 是 謝謝大家 加油 我們再次在這裏給掌聲 請三位剛才發現攝氏的同學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由3月1號到今天 我相信 他們看到這個判決之後 內心都有很多事情 未必真的可以 將所有事情都在這裏給大家說 但是 其實 如果大家 有些事情 想跟他們說的話 都可以來到那邊 我們有個Counter的 可以借一些 鼓勵幾位同學的說話 亦都可以 跟Polini的校方說 究竟 我們的想法 是怎樣 裡面寫下我們想要的訴求 就在那邊的Counter 那 在幾位攝氏同學發現之後 我們也都邀請了幾位 在Polini裡面的學生 他們都是在民主場事件裡面 有熱衷 也都很有參與的同學 首先 第一位 是當時 是當時任 應用社會科學系會的會長 胡柏圖同學 大家好 我是前任應用社會科學系會 會長 胡柏圖 亦都是今次民主場事件 其中一位核心成員 其實 在這件民主場事件之後 我反思了很多事情 亦都有很多緊負 究竟我們接著的理工大學 還有沒有自由呢 究竟 理大高層 有沒有良心呢 好 這一點都想打得好 都是一清二楚 其實大學 由始至終 無論在哪裏都是 都是一個去促進社會發展 有一個空間給大家 去做一些思想上的碰撞 從而去產生一些對於社會有利的方向 這些事情要怎樣做到呢 就是我們大學校園 必須要有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思想自由 原生共治 這些在座各位都聽過 覺得很了解 但是令到我察覺 那位是 我們身上 我們上層的一些 校方高層 他們是經歷過一些 很高教育的 教育程度的人 他們竟然是不知道大學校園 有這些價值 他們還要是 作為一個先驅 去打壓這些核心價值 令到我們學生 是享受不到思想自由 和言論自由 其實 我作為一個Poly的學生 在民主場事件 我真的感到蠻羞恥的 就是 明明這些高層 他們在打壓 我們學生的自由 連民主場 這個和平的地方 都要用紅紙去遮蓋的時候 我們作為Poly的學生 我們還可以怎樣自處呢 我們唯一一個 可以發表我們意見的地方 被他們遮蓋的 然後我們有幾個學生的代表 出來去挺身 去捍衛我們學生的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但是竟然 被這些高層去打壓 被一些 可能是黑社會的高層去打壓 最後這幾個學生 竟然還要承受這樣的結果 其實理大高層根本不是在解決問題 他們只不過是在解決問題的人 透過踢出校 透過平學 將他們眼中的眼中釘 搞事的人 將他們踢出理大的校園 從此理大就不會再有言論自由 這些是我們Poly的學生都不會想見到的 我們是不甘於生活在一個 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底下 就連去討論學術 發表意見 都沒有空間的地方底下 這樣的理大學生 還有意思嗎 我們理大學生 還不會為這間大學感到自豪嗎 我們是不會 其實大家都所說 尊重一向都是雙向的 在我們尊重老師的同時 老師都應該尊重我們 亦都是我們香港其他人所說的 我們應該尊師中道 應該減到時間 但是 一直以來 我們從9月29號開始 去到一些一系列抗爭行為 其實整個過程 都是由和平去到慢慢變成這樣 我們一開始都很守規矩的 即是用一個和平理性的方法 去跟學校表達訴求 聯署啊 街站啊 我們什麼都做過就是 但是換來的是校方的不秋不彩 幾千個聯署 幾十個組織的聯署 校方是充以不民 完全沒有理過我們學生的聲音 去到之後 我們迫於無奈 衝上十七樓 想著可以跟這個 校方高層 可以去交代 要求我們交代 但是呢 他們竟然是再一次欺騙學生 跟我們說 等多幾分鐘 等多幾分鐘 就會有人來交代 但結果呢 是被我們囤正 校方高層竟然是 想著嘗試逃走 是我們整班學生很天真地 留在十七樓等著 有人來交代的時候 竟然是有人 難聽點是穿著草 這樣是尊重學生的表現嗎 這班所謂的教職員 他們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 他們都是教過書 但是他們還配為人師獎嗎 他們不配 他們讀完這麼多東西 用他們現在得來的權力 去打壓我們的學生 沒錯 這個社會上很多地方都有規矩 社會是 不同院行都是 而我們遵守規矩的時候 這個社會才穩定 也是很多人所說的繁榮穩定 很多香港人都想要 但是這些規矩 不再值得去遵守的時候 那還有什麼用呢 我們是否甘於去接受這些 去不服於這些腐敗的規矩下呢 當當權者已經被權力所侵蝕的時候 所腐化的時候 我們再追隨這些規矩 只不過是我們的傷情緣 這些規矩就會變成當權者 去打壓我們意見的工具 所以我們去到後來 所謂的一些 面對面要求交代 我們後來絕食 其實 都是我們迫於無路的 即是 其實 這件事去到最後 我們爭取了些什麼 我們是爭取一塊 原本是屬於我們的場 整件事都很無稽的 我們竟然是向下方爭取一塊 原本是屬於我們的場 然後下方現在 應該在上面 我不知道在做什麼 應該在看直播 在此笑著我們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們是不應該 這樣去屈服 面對強權 如果我們卻步的話 只不過會招出人更大的打壓 所以我希望大家 無論是 是不是Polling的學生 學家的朋友 或是各位傳媒朋友 或是社會上的朋友 希望大家接下來都支持我們 還有再一次 給一些掌聲 給我們的上教和今教的學生 和幹事會 他們為了這宗民主場運動 都撥出了很多努力 其實抗爭 抗爭真的很累 沒有人真的為了抗爭 為抗爭而抗爭 幾個月的抗爭 我們一直全部都是 跟平力盡的 但是我們都堅持不懈 只不過是我們 可以成為一個 真正正正的大學生 真的享受到這個大學校園 應有的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為的只不過是這個社會的福祉 所以 希望大家 跟著我們 繼續支持我們的學生會 為我們四位的 受到制裁 受到懲罰的學生 繼續支持他們 我們不敢放棄 更加不敢說自己累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 如果連我們都說累的話 我們還憑什麼 繼續走下去呢 其實不單止我們累 攝氏的幾位同學 或者當時民主場 或我們抗爭的一些同學 他們才是真正的累 這些鼓勵 是應該要給他們的 然後 然後 就會有 現在 我們 學生會 評議會主席 出來 發言 有請 謝謝 好 大家 晚上好 好多謝 今天 集會的主辦方 香港理工大學生會 他邀請我出來 講 一番言論 今天我在這裡 我迷什麼大人物 也迷今次受到處分的主角 不是要代表什麼組織去發聲 我希望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作為一個理大同學 作為去年 遊行目睹十八樓發生了什麼事 的一位學生 去講一下 我對整件事有什麼感受 由當初 去年 一幅練舞牆 去到校方一張張紅紙 再去到我們上到十八樓 去到絕城 去到 現在有四位同學 被人處分 被停學 被退學 被退學 我相信 在座各位 坐在這裡 大概都會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 是尊重這兩個字 剛才也有同學 有發現人 有提過這兩個字 我認為尊重這件事 大家都聽得多 很多人說學生在十八樓衝擊的時候 沒有尊重老師 沒有尊師 但尊重的含義 不應該是這樣 尊重是應該包含兩個最基本 最需要的一個定義 第一就是雙向 你要別人去尊重你 你就必須要去尊重其他人 這是年少學生 一個很簡單都會明白的道理 但很可惜 學校在處事上面 是完全沒有一個相向的尊重 完全沒有尊重的學生 由當初 九月尾 學校單方面 不敢去要求學生 去延長練奴場 單方面去告知 這件事 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 沒有做一個交代 沒有講合理的原因 去到學校再單方面 在民主場上 蓋上紅紙 再單方面去喘息 民主場的守則 這個是不是尊重呢 這個原廠是單向 指著他們有權力 去打壓學生 是的 那究竟 在講我們學生 那天不尊重兩位教授 學校管理層 有沒有尊重過我們學生呢 然後第二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 尊重是不應該分尊備 不應該分背法 如果學校一直都是以一個高高在上的形態 去對待我們學生 對待晚輩 對待他們的下屬 對待所有人 這樣 是很難令到所有人 令到學生去信服他們 去尊重他們 回到10年 我們上到18樓 見到的是一位副校長 他只不過是 燃眉自得 當下跟我們講 口頭草率地跟我們講 遲些有個時間 我們跟學生會 再開會 聊一件事 這樣完全沒有一個書面 沒有一個正式的邀請 純粹是 我們上到去 他沒有辦法 唯有 口頭上承諾 我們遲些開會 跟你們討論 這樣是否有尊重我們學生呢 我相信我們當日 如果我們上到去 的話 其實學校會一直繼續逃避 上去拖延這件事 問題是不會得到解決 我們用過很多方法 剛才講到 我們又嘗試出聲明 要求校方去回應 去跟公眾交代這件事 學校是完全不理 那是否有尊重學生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判斷 然後第二件事 我想說的 今天 就是關於權力這兩個字 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一個管理層的權力 是從何而來呢 我們特區政府的權力 絕對不是由中一 不是由中國 不是由共產黨而來 而我們大學管理層的權力 亦都不是由特區政府而來 所有所有的權力 都是由人民去賦予 是由我們大眾大家 學生去賦予 一個政府 用它的權力去服務市民 最基本就是要聆聽市民的聲音 去了解市民的意見 向市民問責 向市民交代 這是最基本的 去到一個大學的管理層 管理層的角色 更加不是管理學校 管理學生 而是成為 學生 老師 這個地方 這間學校的牧人 大學 大學最基本的目的是教育 是培養學生的全能發展 培養我們各方面的成長 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很基本 在一間學校 一間大專院校 為我們提供的一件事 所有我們賦予學校 所有擁有的權力 都是為了令到大學 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而存在 這個權力 是我們去賦予 令到它去分配資源 去制定一些守則 去制定一些政策 決策 去令到我們學生 保障我們學生的學習 保障老師的教育 保障這個地方 言論 學術 思想 自由 但是很可惜 學校沒有用到這個權力 沒有 很好的運用它這個權力 而是濫用了這個權力 先不說它在民主場上面 去擅自監相同 展達我們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它那個議論 聆訊委員會 它當中 當中它的聆訊是完全沒有公開 它的判決 它的審訊的過程 有沒有跟公眾交代呢 有沒有跟學生去交代呢 是沒有的 完全是閉門的會議 沒有一個量型的準則 沒有一個上訴的機制 如果是這樣去濫用我們的權力的話 那究竟 一個大學 一個大專院 一個政府 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 還怎樣去運作呢 曾經我聽過有一位 被DQ的立法會議員 今天我見到它都有在場的 它有用過一個比喻 我覺得挺貼前 我想在這裏和大家去分享 我們現在這個形態呢 就好像要過一個大海 而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抗爭者 做的一場射運 做的一場公民抗命 就好像拿著我們手上有的一塊磚頭 去建一條路 它為了過這一條大海 在通往比喻的過程當中 我們只可以持續 不可以退行 那當我們每個人 做完我們的社運 做完我們的抗命 用完手上的磚頭 可以怎樣呢 沒有辦法的 只可以 繼續向前跳到海裡 或者簡單 或者準確一點來說 比權貴 比社會一腳踢到海裡 那究竟 這件事是不是對呢 在這幾年 我們雨傘運動 去到旺角如膽革命 去到有議員被DQ 我們所投的票被DQ 去到參選人入不了陣 再去到今天一間大專院校 有人被停學退學處分 種種的事令到我們很氣餒 但我希望在座各位知道 我們每一場的運動 每一場的抗爭 都是用我們手上一塊磚 去鋪一條路 所有我們做的事 可能這一刻未必有成效 我們這次的集會 完了之後 可能未必可以馬上 令到校方 去撤回它的處罰 去減輕它的處罰 但是所有事情是會累積的 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是我們後人 用我們手上的磚鋪 鋪一條路 去到我們心目中的對岸 所以 我希望 在座今天各位 各位理大學生 各位香港人 可以為我們被處罰 無理處罰的同學 去聲討我們理大校科 去捍衛我們應該有的言論之人 應該有的學習之人 去捍衛我們香港人 一直有的核心家庭 是的 我今天要說的是這樣 謝謝 其實 在這條抗爭的路上 我們並不是孤單的 首先 今天有這麼多位 來臨的人士 同時間 我們有一些的 校友 以前 學生會的幹事 其實也都很關心這件事 所以 接下來 就會有 理工校友 民主共治 關注組成員 也是第十七屆 香港理工大學生會 過小的會長 出來發言 有請 Saf 多謝今天 學生會邀請 其實 今天我們代表 理工校友 民主局 指關注組 我們一個校友組織 出來參與 出來講我們 所想講的說話 謝謝 首先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明確的立場 其實是跟學生會一樣 其實 我們認為這次的一個判決 是要立即收回 同一時間 這個紀律委員 剛剛那個學生紀律委員 大家聽完 來都知道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 這個這麼有問題的機構 但是它可以掌握學生的生死大權 是沒有可能是不去改革的 但是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我以前也做過學生會 一直以來 我都有跟不同的學生會 即是下了莊之後 都有跟不同的學生會 去交流溝通 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學校 很多時候這種做法 就像現在這樣 學校它會用一些藉口去處理 它會說 這些是普通的行政程序來的 它彷彿講到這些做法 是一成不變的 是很公平的 好像沒有什麼政治考慮 大家明明眼見到的就是 其實對於不同的學生犯規 或者犯同一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的所謂罰則 都可以很不同的 其實 這個不是政治打壓是什麼呢 我們正確的下方 經常是最出名的 或是經常最喜歡說的 頭偉章以前都已經是 就是經常說 我們不講政治的 我們不講政治的 但是這一種回避政治問題的做法 正正就是好政治 因為它回避了所有理念討論 它扮好中立很簡單很客觀 只是跟你講規矩 但是規矩怎樣量刑 怎樣判斷考慮 這些正正就是政治的問題 所以它迴避了 其實它是想炸家衣 不回答我們這些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回答不了 鬼祟 沒錯 鬼祟 我們跟它說 學生想爭取一些 本身的學生參與權利 為什麼不行 它不會回答到的 所以它避了它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學校 就好像我們面對社會外面 這個政府一樣 避開了一些理念 價值討論 因為它才會輸給我們 我們靠今天出來 我們有一種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校友是以前在讀書 即使現在不在讀書 我們都是理大的一份子 而同一時間 我們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我們看到理大以前是怎樣 如果有些新的同學 可能不知道 其實現在剛剛外面 那個孫智新紀念廣場 甚至這個Logo Square 其實以前是學生 可以借來用的 我們搞很多的政治集會 或者搞很多的論壇 甚至搞很多的學校的校正論壇 要校長坐下來這裡 跟我們見面談 我們就是用這些地方 借這場去用 但是其實 自出這幾年 學校不斷收緊 學生可以用的資源 結果這些地方 其實現在基本上是借不到的 你會發覺 學生可以用的資源 在這幾年裡面 是不斷不斷減少的 而同一時間 如果你看到 大家看新聞 看到很多時候 學生會有很多的行為 很多的行動 彷彿好激烈 實質上只是要求 跟學校的校方的校長見面 很卑微的要求 很簡單的要求 我們當年只要出聲 寫封email 跟校長說 我們要求 什麼事我們要跟他們見面 甚至我們就是 搞個校正論壇 校長就會坐在那裡 他有什麼會議都會抽時間 坐在那裡跟我們說 這個不是什麼 特別是以前的校長才好一點的 我就是看著 唐衛章 剛剛進來做的那些 學生會會長 當年唐衛章 我們叫到他就會坐下 但直至他 剛剛現在就快離職了 是不是 剛剛來喝 他的炭導彈 看到180度轉變 所以現在我們教育出來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過去可以 不是很像現在這樣 過去學生可以跟學校 平等地對待 平等地相處 我們覺得有些地方 要問責的時候 學校是會站出來跟我們談 不是很像這樣 縮在上面就算了 那現在這些很明顯是怎麼樣 就是學校他們的高層 一早就做幾年 甚至做完之後 還可能升職繼續做 他們不斷地累積 最重要的是打壓學生 打壓的經驗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學生 在這個學生會裡面 可能你做一兩年三年 你就已經畢業了 然後新的學生就進來了 是不是 那越來越收緊的情況之後 你就不會知道 以前原來可以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覺得 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 就是告訴大家 學生會 或者學生在學校裡面的權利 不是從來都是 好像現在這樣 被學校打壓的 我們曾幾何時都是 擁有一個平等的對待 我們可以跟校直接地對話 所以 大家所爭取 所以建學校 衝上去十八樓 要堅強建它這些 是很合理的 因為過去其實是 我們本身 要約就會約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捍衛的 其實不單止是 單一件事 而是說 在散後運動以後 不單止 破裂這個學校 其實學界 其實不同大學 一直把學生的權力 不斷地縮減 大家見到很多不同的 打壓學生的行為 很多的行動 現在你看到學校的高層 假設是難過登天 他只會躲在一起 就不見你 沒有道理 你屈 所以 其實 我們校友 會有一些說話 我們其實在不同的行動 因為我們其實關注 在過去的不同的校正事件 包括 之前應用小科 是炒老師的事件 或者民主場當時 我們都出來幫忙說話 或者參與行動的時候 我們都很強調一件事 理工大學平時 要籌錢的時候 就會跟校友說 我們是一家人 大家校友 有收過E-mail很多 不斷收E-mail 他只要問你 我們有什麼大Event 我們要捐錢 他會不會跟你說 我們學校現在有什麼事務 想你給意見 不會的 我們收不到的 跟著學生 當學生破什麼紀錄的時候 他就會拿出來領工 是不是 有什麼科研產品 拿出來領工 學生想參與學校裏面的事務 想討論的時候 他是不是這樣對我們的 兩個面孔 他根本上就是 有東西拿的時候 要捐錢 其實就當你一家人 沒有東西拿的時候 根本就當你是唐邊可 是完全不關事的人 所以我們要強調一點 就是 好像剛剛學生會都有說 其實呢 我們認為大學所有的持份者 包括什麼人 管理層當然是一份子 老師 普通的職員 甚至是清潔那位姐姐 保安叔叔等等等等 或者保安姐姐叔叔等等等等 或者是校友 學生都應該是可以平等地 參與在這個校園裡面的 一些決定裡面 我們這個叫做民主共治的社會 好 民主啊 局子的想法 不是我們讀書讀完之後 就算數的東西 我們學完之後 我們就要實踐出來 我們不論在讀書也好 我們不在業也好 我們就是 自明認真地和你做出來 其實呢 其實呢 近年我們都會很擔心 擔心什麼呢 就是 學生會很明顯 其實現在不斷被學校打壓的時候 學生的聲音其實是越來越弱 我們見到現在 這個很明顯 是一個對於Polio來說 一個分水 一是第一次有學生 因為這些純粹的政治表態 就被判一些可能很重的刑罰 包括可能停課 甚至是踢出校 這個是以前沒有出現過 所以我們來講 Polio來說是一個分水 所以這條線 我們絕對要守住 不可以被破 因為這麽無恥的 他如果這次一破了這個先例的話 之後 任何的人 只要表立政治立場 他看不過眼 他就可以踢出校 只要安過罪名 你覺得他們的毛子做不做得出嗎 是 甚至剛剛有學生也有說過 其實現在用場地很多限制 我都說了很多場地 我們以前可以用 現在都不可以用 其實我 可能我是擔心過多 但是 我相信那些毛子的人 是真的會做得出的 因為舉個例子 其實現在理工學生會 就是誇張一點 我想給大家一個危機 就是理工學生會 現在後面那棟學生會大樓 一樓和三樓是學生會管理的 為什麼 因為當初學校就是 認同民主 認同學生應該參與 學生應該要自治 所以給出這些地方 這是一種對於價值的欣賞 對於價值的實踐 他就給了學生會 如果他無恥的學生會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他真的可以收回 因為你說大學生會是一個獨立的團體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受到學校的左右 但是如果突然之間 他無恥到這樣 說要收回一個地方 不讓學生會用 這個是可以發生的事 甚至這個不單止是理工大學 要考慮的事 要害怕的事 甚至據來指中大學生會都要害怕 為什麼 中大學生會本身 都是學校架區裡面的一部分 那麼他只要在高層會裏 校董會 開個會 說我現在決定了 要收回學生會 中大學生會所用地 這樣 行政決定來的 就是這些沒有政治考量 這樣 那我們可以怎樣 學生可以用的資源 突然之間會再被打壓 再被縮閘 甚至他只要告上法庭的話 你不能不走 這個就是學生 現在 當個細節來越弱的時候 可能會面對的 一些危險 或者一些危險 所以我們希望 校友出來說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 這件事不單止是學生幾個人的事 不單止是全國理工大學的事 我們相信 是包括校友 甚至社會人士 我們經常說 這是一間公營教機構 大家公統拿出來 不是拿來給校方打壓學生 打公統拿出來 是用作育英才 甚至是教育學生 令到他們 可以實踐到民主的精神 之後出道社會 都可以繼續實踐 繼續去做下去 所以我們希望 在這裡呼籲 現在 以前學生會勢強的時候 學校不敢這樣做 現在可能散了很多很多的事 令到學生會的勢越來越弱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 就這樣從手旁觀 作為校友 作為教職員 作為社會上每一個大眾 對著學校 我都應該要站出來 我們不要因為 我們身上沒有一個 poly學生症 我就好像沒有身為 千萬不要這樣想 每一個人 只要在香港 香港的人 都應該有一個權利 應該有一個義務 站出來 為所有 不單止這件事 以後所有學生 相關的事件 甚至政治打的事件 站出來 撐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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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尾 打尾 這個加給學生會 和不同的學生團 繼續去想 因為這些其實很需要醞釀 和大家支持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之後的情況 不單止只躺在集會上面 又會站出來 在不同的場合 發言 甚至參與行動 之後我們不同的行動 要逼供學校的時候 不單止是任生在這裡 甚至是校外團體 招開的普通市民 有人質疑 你為何站在這裡 你跟他們說 我是香港人 這間是公營教育機構 我就是有權出生 我們下一個關注之後 都會繼續參與不同的事件 以及繼續支持學生 因為我們學校一份子 應該希望之後 看到大家在這裡 多謝大家 好多謝阿Sam 令到我們知道 我們學生會 走這條路 並不是孤單的 我們還有很多的校友 也有很多的香港人 在這裡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 多謝 然後 我們會有 1988年至89年 學聯代表會的主席 麥東榮先生 發言 打給一些掌聲 各位大家好 剛才我在這裡澄清一下 我不是Holly的 我是香港大學畢業的 但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可以兩個身份去看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好像Sam 剛才說法 我是一個香港市民 我有兩個女兒都快要入大學了 我會關心香港的大學 將來會變成怎樣 會不會跟我們以前 見到的香港專長以後 有這麼大的熊溝呢 或者剛才Sam 說過 校園的氣氛 是否越來越軟 咬自尊和學術自由 受到這麼大的侵蝕呢 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關心 我可能 我們是持續者 我覺得Sam 說得非常好 我們香港人 沒有可能是坐視不理 我們香港大專院校的淪落 和體的淪落 這是大家要站出來做的 謝謝大家 或者第二個身份 稍微會緊一點 就是 我們本身 我自己本身 在大學的時候 都是做過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 我想在這點上面 香港專上院校發釋的問題 大家在過去幾年看到 絕對不僅僅 大家記得 理工大學 你看一下 集會特學 你看一下 香港大學 或者其他不同的專上院校 最簡單 大家其實也都看到 前幾年 八大院校 已經簽了一個聯合 一個聲明 是不能夠接觸我的院 最重要的是 看回這次事件 我來之前 都可能有一些 露一輩的想法 可能我們抗爭年代 可能環境 沒有那麼反覆 覺得 是不是學生 好像稍微 激了一些呢 或者是不是過分一些呢 但是我想 剛剛我在這裡 聽回所有的 幾位的同學 和大家的陳述 你會看到 其實 學生會 或者是 理工學生會 和幾位的同學 已經用盡了 他們不同的 很合理的方法 去建議 去溝通 去討論 去理解 校方的立場 但可能在這一點上 很明顯 是達不到這個 他們的效果 我想在這一點上來講 校方 是譯了 昨天的同學 提到 你究竟是想解決問題 還是解決了 投出問題的同學 我想這一點上 大家能夠看清楚 這一點 是實實在在 是不能夠 取服到大眾 究竟 理工大學的校方 是否能夠 管理到一個這樣的大學 而在這個方向 是我們希望這個大學 能夠發揮到的 我覺得不是 在這部份來講 我希望能夠 在今天 站在一個 作為一個 香港的市民 也當是一個 曾經參與學生運動的 一個活動的 一個前 一個老鬼 我們的國官 我希望能夠 通過今天這個機會 也都很多謝 理工大學生會 和我們搞這個集會 能夠鼓動 或者推動 不同的香港大學 香港裏面的社會人士 和其他大學的校友 我很希望強調的地方 今天見到的問題 不是理工大學 我們會在不同大學裏面的大專業 希望能夠連結到 一方有難 八方支持 我希望這八個字 能夠給到一個 起碼我能夠 說幾班 理工大學姐 給我聽 我們不敢說 很多 或者很大量的人會支持你 但是我希望作為一個 過來人 有一個很卑微的 一個說法 就是 無論怎樣都好 是有人關心 有人關注 有人會支持你的 那麽我今天想到我們來 到這邊的信息會大家 多謝大家 好多謝麥東榮先生的發言 然後我們也會有學界 我們不同的院校的同學 也會有出來發言 首先會有香港中文大學 學生會會長蘇晉峰同學 香港中文大學生涯書院學生會 同學 亦都有來自理工大學的組織領事館 張善盈同學 我們現在再次交給他們 大家好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生會 會長蘇晉峰 我們學界一直關心這件事 由九月民主場事件至今 我們見到的是 理大一班所謂教育工作者 是何其的醜陋 九月民主場事件 他們在絕食學生旁邊 擺放一些棉花糖機 在侮辱抗爭學生 做了一些小動作去挑釁學生 這些教育工作者 配得上叫教育工作者嗎 跟著之後 這個劉炳章 在處分之後 得得戚戚的樣子 不斷在媒體抹黑 攻擊我們的學生 嘲笑學生 他配得上做這個教育工作者嗎 他的網絡 更加有片段 就是顯示 關sir在前面抗議的時候 這個professor在插水 他們假裝跌低 都假裝了 即是還說要原諒關上 這些虛偽 偽善的小丑 配得上叫做教育工作者嗎 如此中東行為 正正顯示 這個理大的校方 是不知道什麼是教育 是不配為人私表 當日理大校方打壓學生的言論自由的時候 有理大的同學挺身而出 今天他們秋後算帳 侵害理大同學權益的時候 我們今天走在一起去支持他們 今天終於風雨飄搖 我們今天都是齊齊整整 今天能齊曬這裡 面對打壓 我們只會更加缺劫 今天有二十幾個知皮 二十幾個大工學學界的組織過來了 今天我們來齊曬 我們就是要告訴理大校方 什麼叫學術自由 什麼叫言論自由 究竟什麼是教育 我們現在是唇亡此寒 因為校方壓迫學生是屢見不審的 我們是中大Banner的事件 浸大與民中心的事件 城大有保安司委民主場上面的標語 樹人的校方找藉口收回民主場 種種的事件 見到我們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是進一步被收窄 民主場作為學生最基本發表意見 做意見交流的權利 我們是必須要捍衛 所以我們今天的學界 是齊齊整整地 希望可以捍衛 最基本的結論之人 高層的壓迫在這件事上是前所未有 聆訊制度 黑箱作業 沒有上訴的機制 同學答辯 沒有權傳召警方的證人 這件事也沒有出發點列為考慮的法圍 這班紀律委員會的心態 根本只不過是要鎖死學生 所以我們今天的要求很簡單 撤回無理處分 檢視靈訊制度 檢視靈訊制度 撤回無理處分 檢視靈訊制度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 生亞書學生會會長 司徒好 去年在理工大學 校方試園圖去干涉民主場 其實很多理工大學的同學 都很溫和 他們純粹是想把它改成一個聯容場 去紀念雨傘家 但是校方 去干涉他們 甚至令學生的能力 是要停用 不可以再使用民主場 那三位學生 或者其他學生 理工大學的學生 為了捍衛他們的權益 同學校的高層理論 本來的是什麼 停學 服務處分 甚至是要踢出校 永不錄用 這些此舉 是令人反思 大學作為 培養社會動良的最高學府 是否 你應要為政權而獻尾 要卑躬屈 大學高層 校長 是否有責任 要為政權護航 將他的魔爪 伸向學生會 所管理的民主場 再者 同學因為民主場 而走到校長室 去找高層對話去談判 在情在理上 都絕對不應該 受到如此的對待和討論 下方有沒有想過 同學這樣做 背後的動機 引用何同學 曾經在對著傳媒 講過一句話 有哪個同學 有哪個反抗者 是這麼樂意 會為了反抗而反抗的呢 有頭髮 誰想做辣賴呢 難道他們是為了自身的利益 而走出來抗爭 所謂的佼佼陣呢 以身犯險 不是 他們敲出來 挺身而出 只是為了守護大學 最根本 最核心的利益 就是言論自由 這個亦都是民主場 最根本 最本質上 它的nature 它的作用 但是校方 理工大校方 仍然對於學生背後的動機 和他們的原意 是視而不見 漠視了他們的訴求 盡情地 妖魔化 學生 反抗的原意 將他們 塑造成萬惡 受盡千夫所指的人 惡魔 這個難道是教育機構 所做的事 正所謂 不言者 以居告為 是過其樂於重要 今天 香港中文大學 新雅書院 學生會 響應學界 站出來 出席今晚的集會 目的 就只有一個 就是為了 給理工大學的高層 和校長知道 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所有人都有共同 是所有人都有共同的 學生之路 絕對不會孤單 學界是絕對不會 袖手旁觀 由他們去死的 一石激起千蟲浪 在往後的日子 新雅書院的學生會 必然會站在 理工大學學生會身邊 支持理工大學生會的行動 我為大學最根本的自主 大建東自由 李大人加油 多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領南大學 學生組織領事館的Alice 我已經上莊 上英學生會章三年 我是2016年3月的時候 第一次上莊 我剛剛上莊 就馬上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我的上莊 被紀律委員會審 就是因為 他為了爭取修改大學條例 不讓梁振英這些人做校監 要圍堵校董會 要求校董會去檢討大學條例 所以他們就要被紀律委員會告 其實他們是被校董投訴 然後被紀律委員會審 最後他們收到警告信 當時我連警告信這種懲罰 都已經覺得完全不能接受 但後來我見證著 浸大反普通話事的朋友被停學 到了2019年 今時今日 過了三年 連退學都出現 停學都出現 所以紀律委員會 這個制度 一直是我很在意的事情 我記得很清楚 在民主場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李大校方剛好用紅紙 蓋著學生會民主場的時候 學界很快就聚在一起 一起倆怎樣去應對 那時候我們全部人都很生氣 但也都很迷惱 因為我們一邊談行動 一邊都覺得 好像無論我們怎樣指出 學方的問題 指出他們的無恥 無論我們在程序上 還是道德上 都很有道理都好 大學管理層都好像可以一意孤行 雕淡的事 覺得社會不會理 覺得他們可以靠一些中共的輿論機器 一些藍絲 去侮辱那些學生 去傷害那些學生 阻止他們對抗效果 這些就是我們身為學生代表 這麼多年 見到越來越無恥的一些 大學管理層的行徑 以前我們很天真地覺得 這些大學管理層 至少會為了保住大學的形象 而和學生會互相尊重 遵守一些自治自由的原則 但去到今時今日 在這個充斥著 親共威權主義的社會裏面 連唯一 可以監察著這些 資助大專院校的立法會 裏面都已經是 群魔亂舞 已經是淪陷的時候 那些大學管理層 又怎會覺得他們要保護學生 怎會覺得要尊重學生 他們簡直是覺得奶共 打壓學生 對他們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 但是這不代表我們要放棄 要接受這些這麼墮落的警方 我們不可以將這些事情集以為上 我們不可以將這麼荒謬的事合理化 我們要保持清醒 我們因為紀律委員會的事 的打壓是所有大專校一起面對的事 而中共對香港的打壓就是所有香港人的事 我們是需要所有香港人的支持 一起站出來 一起保持清醒 一起推翻這些打壓學生的行為 所以我們是強烈要求 我們是要尊重 我們是要推翻 理大對自己的學生 這麼嚴重的打壓學會 我們也要給理大對備法的朋友知道 去學 平學 服務令 或者以後還有多少學生要面對這種打壓都好 面對多少困難都好 還有很多人和你們一起 堅定不移 守護著 表達自由 我們常聽一點 讓英學方知道 他們打壓那幾個學生 不是跟他們單打獨鬥 不是被他們欺負 而是很多香港人和他們站在一起 多謝大家 好 加油 我們相信言論自由 是每一個學生或者每一個香港人 都應該擁有的一個權利 然而面對著校方種種的壓迫 我們不會停步 我們學生會不會停步 更加 現在有幾位的同學為了我們爭取 而付出了更加多的代價 我們更加不會停下步來 我們會繼續爭取 我們會為了我們的學生 我們會為了所有的香港人 捐取這一點我們值得擁有的權利 這條路不容易走 但是我相信 我們會有這麼多位 今晚來了的人士 和我們一起去走這條路 好 好 我們望一望身邊的周圍 即使現在是九點多都好 我們這個NOTAL SQUARE 依然都是企滿人的 首先 我想在這裏很多謝這麼多位 來臨這一班的集會 然而給這裏這麼多位的鼓勵 給我們四位攝氏同學 好多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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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令到我們明白 我們在這條路上面命不孤單 我們這條路有了你們大家的支持之後 我們更加能夠堅定地繼續走下去 多謝這麼多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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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掌聲 不單止是給四位同學的 亦都是給這麼多位今晚來臨的同學的人士 我們繼續走下去好不好 好 最後 再次多謝這麼多位今晚來臨 然而我們今晚的集會 亦都來到這裏了 那那邊 記得這個攤位 我們有些指安了給大家 可以寫一些 大家對於幾位同學一些鼓勵的說話 亦都可以寫一些 對於校方的一些意見 再次多謝這麼多的今晚來臨 多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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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